接下來就是 您如果要把這個新字圖打開 您可以看到 在各位的這個效率裡面 有一個提升工作效率篇 點進來 這裡有一個我們這個 smine 這個portable的新字圖 所以是不用安裝的 所以您放在隨身點就有 那 它本身有 不同版本 比如包括Windows Linux 包括Mac的 那所以如果您是Mac族的 那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因為不用安裝 那 就 喜歡放哪裡就放哪裡 插下去就能用 對對對 隨身解就可以 就可以帶著走 你就放在裡面就可以用 我是比較喜歡這一種 沒有負擔又比較環保 對不對我們 這系統也很 怕一件事情就是常常 裝軟體越來越多之後是不是越跑越慢 那如果這種 免費的 但是強調盡量用免費的 不要用那個 經過某種處理之後的那一種 就是你用免費的 不用安裝的 我就 都很 輕鬆自在 對 沒有 經費上的負擔 也沒有你就是工作上的 太多負擔 因為我們要的是把 你的事情做好 好 那麼你進來的時候我 現在只放了Windows版本 因為我想說 畢竟Mac的比較少 好所以如果您有需要 其他版本的 您可能就要上網再去下載一下 這是官方有提供的 那 外面這些檔案呢 請不要看不順眼就把它沾掉 請留著 尤其是這個檔案他會需要 好那所以您進到這個Windows裡面來之後 有沒有一個這個檔案 Smail 那你直接打開就好了 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做關聯 這個檔案沒有做關聯 所以說 您必須要 進來之後用開啟就檔的方法把 那個檔案檔案 那個檔案呢放在各位的那個 那個 你們分享了之後有另外一個資料夾 另外一個資料夾裡面有 您打開之後就可以像這樣就看到 那用這樣子的話呢 您進來看 比如說有時候我可能會講到一些有關 內容的部分啊 那我就可以像這樣 有做註解 好那您也可以就是有超連結的部分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連過去 因為有時候您在思考的過程 構思過程就是 我想到這個就想到那個 對不對那如果您覺得這樣子 這樣的圖 的方法 覺得 好像太怎麼樣 太 就是不方便 我還可以鑽到裡面去 什麼叫鑽到裡面去 我只看這一層 這個時候我看的 只有檔案總管的那一篇 有沒有 檔案總管只有這麼多 對那你可以好像超連結一樣 我就可以再回到外面 那也可以就是改變它的結構 比如說我們預設的那個親自圖是這樣的 那您可以從這邊親自圖這邊把它稍微改變一下 如果我覺得 這樣不太方便看我就改成這樣看 就還蠻靈活的 當然最重要是你還可以隨時這樣調來調去的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的親自圖就是要這種功能 有時候我很歸道到這邊 又跟誰有相關 那這樣子我們在做才會容易做 因為尤其在 還沒最後定稿之前 一定都會有機會會變來變去 所以這個會相對方便 那當然也可以加入附件 甚至 一些其他功能 所以這個 您至少知道說 回去如果說你要看我們今天講的一些內容 因為有些網址我們都沒有顯示出來 因為想要印出來 有點太浪費值 你還是要打一次 就直接在這邊跟原資檔給大家做參考 這樣應該就比較清楚 您待會如果要打開的話怎麼弄